这两天西方国家闹得很慌 七国集团外长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外长 发表了关于香港问题的声明 对中国在香港行使自己神圣的主权 指手画脚 这些声明对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的制约力 完全可以说他们等于几张插屁股的手指 西方老爷们一呼百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古巴外长最近就代表70个国际集团发声 反对西方国家干涉香港事务 另有20多个国家分别发言 也都表达了对中国的声援 90多个国家理解支持中国 而反对中国的数来数去也就是十几个国家 所以中国批评美国不应该搞小圈子 拜登确实把他们的盟友邀喝到一块 但是他们只有在政治上容易达成一致 主要也就是人权民族两个概念上 要谋化中国孤立中国 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 中国应该下决心打破这个局面 港版国安法就像一把力 它会斩断霍乱香港的妖魔鬼怪 香港选改会像一面顿 试图担住进入治理城的痴美瓦梁 如今这两者利剑合一或者说双剑合弊都可以 已经在不同的显现威力与效果 已开始让香港自我进化 根据香媒上月16日消息 由于港府要求香港公务员签署声明或顺势冤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 已有不到10名警员离职 早前也有媒体报道 自今年1月开始 由于港府要求所有的县职公务员顺势或签署声明 冤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 已有近200人未签署顺势声明 在爱国者治港这个大前提下 如果依旧持对抗态度 他们离开治理队伍 也就是治然而然的事情 除了管理层面 香港民间也不断地在正本清援 治港版国安法问世以来 一大批的落 破管 乱港的香港的港独组织纷纷解散 一大波港独人员要么改邪归正 销声匿迹 要么逃离海外 比较有代表的就是罗冠冲 整天在美国摇尾其林 祈求美国政客施舍一点狗粮过祸 还有许志芬 去英国才三个月就过不下去了 前两天才刚刚举家逃窜到澳大利亚 还有一些相信了英国的缓思 试图用BNO移民英国 结果到了英国后才发现 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若不是亲戚收留 早就饿死街头 每天都闷到在香港的家 全途末路等等 此四日香港民协公民党等21个组织 也纷纷宣布退出民政 担心会受到法律制裁 这民政是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台独势力的幕后金主支持的香港乱元之一 2014年的七一游行战中运动 2019年的反修理分波都有他的操纵 如今当众多的加盟组织与机构纷纷退出 也顺势了他走向负灭的命运 从上面的介绍可知 在国安法与爱国者质感 这双剑合璧之下 不但彻底的斩断了外国在香港扶植代理人的路子 也使香港开始了自我进化 随着此二者的不断推进与完善 必然能够还香港一个彻底的和谐安宁 我们之前介绍过英国统治香港150年 经历了28任赶都 都是直接指定 根本不是进行的民选英国指定的赶都 对香港也是进行的近乎独裁式的统治 也就根本谈不上民主 只是在香港回归前夕 英国才对香港进行了突击化的民主制度设计 为的就是香港回归后 好继续掌控香港 霍乱香港 其实制度的一个证明缺陷 就是很容易被煽动与操控 像最近缅甸出现了大动弹 背后都有西方的影子 乌克兰有原来的有何强国 被忽悠到如今的雷落不堪 缅甸也成为了东南亚最穷的国家之一 并且如今进一步大动乱 但得理的却是背后的煽动与操纵着西方国家 所以我们根本不必在意西方的杂音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一定要按中国的路子 去维护香港的民族繁荣 与和谐安宁 至于别人要发点杂音 就随他们去 要知道 此时英号在长江上 遭到打击的那一刻起 就申告了外国列强 对中国横行无忌的时代已经结束 于是当他们对中国的炮剑外交都已作故 口诛笔伐又曾以能够管用 所以在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关于 网上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后 一些西方国家彻底上师了 通过扶植代理人干涉香港事务的机会 急得直跳脚 跳得最双的还是英国 英国外交大臣不仅自己发表了一纸声明 还拉拢了七国集团其他的成员国的外长 和欧盟外长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一起对中国口诛笔伐 英国政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无理抹黑攻击中方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这不禁让人合理怀疑 这些人是不是得了健忘症 首先香港早已不是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政客难道忘记了 根据1984年发表的中英联合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于1997年7月1日 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不管英国政客有多么不甘心 英国都早已经彻底的失去香港 这颗王冠上的民主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 无主权 无治权 无监督权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对香港民众的责任 现如今 英国政客把联合声明拿出来说是 他们是不是忘了中英联合声明的核心要额 是要确保中国收回香港 香港回归后 中英联合声明的历史使命一朗完成 中国政府管制香港的依据 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 并非中英联合声明这一点勿运之意 在西方国家的眼里 人权就等于言论自由权 民族就等于一人一票选举 他们长期的用这样的定义歪曲中国 中国对此应该也像是 沦落世界经济一样 坚决走进国际政治中心 要用世界通用政治语言宣传自己 要推出自己对人权民族的定义 这才是釜底抽薪之策 在人权问题上 中国做得很好 中国推出了自己对人权的定义 中国认为人权不仅包括言论自由权 还包括生存权 受教育权 发展权等等 综合起来看 中国在人权方面的进步是巨大的 这个定义已经推出 我们彻底改变了 在人权组织年年被西方指责的被动局面 因为中国这个定义得到了多数国家的赞同 得到了多数国家人民的赞同 我认为中国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要做 那就是必须理智气壮的 大张旗鼓的在国际上重新定义民主 要告诉世界人民世界各国 民主不是一人一票 而是以人民利益为主 让人民当家做主 前半句是民主的本质 后半句是民主的形式 就中美两国比较而言 中国前半句做得好 可以打九十分 后半句做得有待完善 可以打六十分 而美国前半句只能够打三十分 后半句原来可以打八十分 特朗普一折腾只能够打六十分 这就是说按照这个定义 中国是一个在民主问题上做得更好的国家 国是一个以民为本 人民志上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现代民主国家